有一次美的火花 烈火燎原玩家 头皮从拥还有炎然的假花 战胜花蛇的模样 光潮中生枯花 英雄国王终究是大狼逃杀 了解古人经历 探寻历史足迹 若看不懂古文 不妨听听史迹 对历史故事感兴趣的朋友 在这里可以看到古今中外的历史趣闻 喜欢中国历史的朋友 可以继续关注我们歪歌社团的《中国未解之谜》系列作品 好了不多说了 下面就和想方一起听听今天的历史故事吧 考古学家们发现在6700年前的人们 不但已经开始养残 而且他们已经可以造出精力的私之品了 对于那个时期的人们已经会穿衣服了 这一点并无意义 而令考古学家们争论不休的点在于 人们最初为什么要穿衣服 对于这个 专家们大致有四种观点 我们来一一地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种观点认为 虽然原始部落初步形成的时候 实行的是公有制 利益均粘 但是在缺少强有力的制度来约束的时候 公有制极有可能化为泡影 而当时人伦道德等观念也尚未建立 这些原始人虽然看着和现在的人类无异 但骨子里思想上 很有可能还停留在蒙昧和野蛮的时代 依旧会弱肉强食 谁的拳头硬 谁就说了算 而穿衣服就是有地位者的象征 后来底层的人也效仿着穿一些材质稍差的衣服 第二种观点认为 原始部落的形成 使当时的人们不再惧怕野兽的侵袭 不再担心没有吃的会饿肚子等等 没了很多后顾之忧 所以等他们就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 开始注重自己的精神世界 其中 穿着打扮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当时的主流 第三种观点认为 应该从原始人的进化中考虑问题 他们以前是原人的时候 身上都长有密密麻麻的绒毛 而等到他们逐渐地变成直立人 智人之后 身上的毛发自然而然地就退化乃至消失了 而身上眉毛的人们 急需要用衣服抵抗烈日的暴晒和严寒的清洗 所以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衣服 第四种观点则认为 原始人穿衣服是为了遮羞 因为经过社会的发展 人们对于男女有别的观念强烈 直到产生了愧疚心理 就才发明的衣服 比如像一些反映史前文明的壁画 怎么喜欢用一些树叶记在腰间呢 这东西也不挡风 也不避雨的 难道不是为了遮羞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